攝影機 製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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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藍色脈動的海邊史伐克 大家好 我是海洋波物質的作者李懣路 但上一集 我跟我們分享第一個比較危險的地方 就是渡水級這個微觀的環境 那下一個呢 我們要去看的是海膽 那這也是我們一般潛水員 比較不喜歡去的地方 因為它感覺刺刺的有點危險 對 就像很多潛水客 可能就很不喜歡靠近這個海膽 尤其是這個我們俗稱叫長疾海膽 或者是魔鬼海膽的這個冠海膽類的海膽 但是呢 海膽雖然就是說很多不喜歡靠近 但是其實有很多小動物會很喜歡住在這個裡面 就像這張畫面上看到的一樣 主要是因為這個海膽 它身上的這些雞翅是一個非常好的天然的防衛 所以有一些小生物就喜歡躲在裡面 這樣的話一些它的天敵就不敢靠近它 就像這張畫面這樣子 好 那請我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圖上面到底躲了哪些特別的生物 其實會很多小動物喜歡住在這個海膽的裡面 我們先看這些畫面上這些顏色比較偏暗色的小型魚類 它叫做馬島管天竺雕 這個天竺雕呢 它是一種喜歡住在它的集翅裡面的小型魚 它特別的 它通常會住進去的時候 就不太會再離開這個原本的這個海膽 除了就是說它要密食的時候 它會稍微離開海膽集翅的範圍 要不然它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住在這個海膽的集翅裡面 它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習性 就是它會口膚 母魚呢 在產完卵之後呢 公魚就會髒嘴 把這些母魚產下的卵呢 統統都給它裝到自己的嘴巴裡面 然後這段期間呢 它就是用它的嘴去保護它自己生下來的蛋 所以是一個很辛苦的爸爸 那除了這個特別的魚之外啊 其實有看到一些蝦子啊小螃蟹 那它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住在灌海膽裡面呢 最有名的就是一個 大家俗稱叫做海膽真蝦的這個 貢漆蓋影蝦 就在畫面上的左下角這一隻 它是一個白底 然後身上有紫色斑紋的一個 紫色條紋的一個小型的長壁蝦類 然後它有一個特性呢 就是它的頭呢 總是朝著海膽的這個內心中心的部位 然後它其他的部分呢 它就是抓緊了海膽的雞翅 然後如果有人騷擾它 它就可能跑到雞翅的另一面 或者是換一根雞 跳到下一根雞翅去 去躲避那個 干擾 那它要怎麼投的海膽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說 很多住在海膽裡面的這些小生存物呢 它很喜歡去利用海膽的這個排泄物 所以呢 海膽的肝門就位於它的上方的正中央 就像這個畫面上看到的 這個像球狀的位置 這個位置呢 我們通常稱它為叫做鋼乳圖 它的肝門就長在那個地方 然後有這個球狀的原因的原因 是因為它說 那個海膽它裡面呢 它排泄的時候 如果它是一般的排出來的話 那它的大便可能就會直接 沾在這個海膽的這個雞翅上了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狀況呢 海膽呢 光海膽它會把自己的大便去 雷積在這個鋼乳圖後 然後接下來 噗 一口把自己的大便 噴到很遠的地方去 這就是它這個 像眼珠一樣的狗狗 所以很多人都說 看到海膽的時候就會說 那個好像眼睛一直在盯著我 其實那不是眼睛 那個是屁眼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家子其實在等待那個肝門 噴出來狗藥去吃它們嗎 是的 其實很多這些小型的甲殼類 它會去利用那些 宿主身上的一些有機碎屑 甚至是像海蟹屋這樣子 甚至是像是這個五角海膽蟹 它是一種體型非常小的這種螃蟹 它甚至會直接住在這個鋼乳圖裡面 也就是說它直接把這個 把這個屁股扒開 然後直接鑽到屁眼裡面去 就住在裡面的 然後住在這個最核心的位置 不但能夠去抵抗 用旁邊的刺去抵抗天敵 甚至就是拉出來新鮮的大便 它可以第一手吃到 了解 我不知道這一集我們會不會被黃標 因為我們已經踢到屁眼 那除了這個鴿椎跟海膽以外 其實在那個海膽上面 我看到好像白白的 那到底是海洋 都會很堵動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生物 它叫做班式扁結蟲 它是屬於一種非常小型 底漆的結水母 你沒聽錯 它是結水母之類 這類的小型生物 它們體型非常的扁平 就像畫面上看到的是小小的紫紅色的 一群扁扁的生物 然後它們平常是住在 平貼在海膽的集廁上面 幾乎跟它的刺同化 到晚上的時候 它就會張開它一對白色的觸手 然後它就會伸著在水裡面去 有點像是放長線釣大雨的這種感覺 然後沿著水的流動 去收集水中的浮游生物 而它之所以住在灌海膽上 不只是為了防禦敵人之外 它長在這個位置 它還可以也利用爬上 它那個關海膽的刺 找到一個制高點 所以它放長線釣大雨的效率 也會變得更好 對這樣聽起來 這些生物跟海膽之間是互利共生嗎 很多其實算是所謂的騙力共生 對因為它就是海膽會比較 那個就是比較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對這些生物是有好處 不過有一些像是這個 小型的長壁蝦或者是 它除了住在上面以外 它偶爾也會幫海膽上的疾刺做清潔 所以某種程度上 那個也算是一種構成 有可能是它那個 排施又噴出來卡帶的燈刺 它就幫忙清理就對了 對對對 一些小型的長壁蝦 它會做這些事情 那我在觀察這樣的海膽的 一個圍觀生態 有什麼特別要注意到的地方嗎 那是很多 對對對 首先第一個還是會講到安全的問題 因為這個海膽它是一個夜行性的生活 所以通常白天的時候 這些生物都會坐藏在很裡面 而且海膽本身就會躲在洞穴裡不容易看 所以在看冠海膽要觀察的時候 最好的時機點當然就是夜間 還冠海膽從洞穴跑出來四處活動的時候 它就會帶著這些生物到處走來走去 而這些生物呢 也就會比較出現在 比較外面我們看得到的這個位置 然後再來就是說 在觀察的時候 其實就是務必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 跟海膽的位置 尤其是海膽它其實 上面它有一些感光的一些 那個器官 所以它對光線的晃動 其實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它一旦有感受到 附近有其他的外物靠近 它就會把刺 移動到那個位置 所以這時候對觀察者 就要特別的注意 不要被刺傷 雖然說冠海膽 其實它是一個沒有毒的海膽 對 沒有聽錯 冠海膽沒有毒 但是呢 它的疾刺上面 是有非常非常多細小的針所組成的 所以當它 當它在那個 插到你的傷口裡之後 它就會在裡面不斷的破碎掉 接下來就會拼命的 讓你的傷口產生發炎劇痛 所以就請務必要特別注意 那我再科普一下 如果說你在觀察 這個偽觀生態技能之後 不禁得被冠海膽刺到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熱水去 搞一下去熱敷 減清它的疼痛感 所以讓我們潛的過程 會變得比較舒服一點 好 那在這個 圍觀生態技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為止 那下一步呢 我會帶我們去講 去了解更多不同的海洋的 圍觀生態技 那就跟我們一起去吧 在接更多的海洋的 會變成 Web 我們來做個充滿